大家好,我是大海 这个雪啊,昨天晚上下了一宿 看看我家这个门啊,都已经开不开了 看这个门的角度啊 老厚了 30厘米 哎呦,还掉下来一块 看这门角度在这位置 只能开到这位置 再开开不开了 我现在啊,把这个雪还得扫扫 但是太吓了呢 哎呀,这门口全是了,看看 这场大雪不知道能下几天呢 这就是暴风雪 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 我先清理出来 能清理多少就多少吧 这是四月份后还下这么大的雪 我领大家看看啊 这个雪后的小镇是什么样的 看看我家乡 这条街道呢,是主要街道 嗯,这个路上这个雪啊 是没有清理的啊 我们这边下完雪以后啊 就是靠它自己压 压实成了以后呢 到夏天的时候它再画了就行了 一点点画 看这路上这个为啥这么平啊 这都是压实成压的 完了,像这个左右两侧啊 为什么雪这么高啊 大家看见为啥这么高啊 因为这个左右两侧啊 这都是当地人家做生意的 把大家门口的雪呢 全推在这个路边来了 所以说这块都是一个包一个包的雪包 咱们看看这大雪 好 四月份我家乡这个地方这个雪啊 还能下这么大 我家乡当地人呢 嗯,一般的冬天他们都骑自行车 看这自行车 他们骑的可好了 我小时候骑自行车都不把瓦 但是也滑不倒 看还有骑摩托车的 这块啊 就是我们镇上的繁华的地方了 我们镇上繁华地段呢 一共有两个地段 一个是 就是 就现在这块 看这左右都是买东西的 买菜的 商店超市什么的 完了 还有个繁华地段呢 是在我妈家那块 我妈家在北面 这块呢 是南面 把这个雪啊 推到这个路边以后呢 这个路显得就窄了啊 这个雪下多长时间呢 跟大家说哈 下两天 两天两宿 下两天两宿啊 它就变成这样了 要是下一个星期的话 那彻底就完了 都是赶上房子后了 现在 我现在在的是主要街道 这些小 这个胡同里啊 左右不是有胡同吗 哈 像这些胡同什么的 这胡同里的家家的老百姓啊 现在正在家里清雪呢 把这雪就清出去啊 在这块买房子 要月儿大的话 还不合适了呢 清雪就清老行时间 我先上邮局一趟啊 把昨天的货呢 有一个没邮走的 然后给邮走 这个朋友客户订的是牛奶粉 哎 啊 这个 那个贴完了 我冲鱿鱼出来了 嗯 这个 我先领大家先看看啊 看看我们镇上是什么样 看完了以后啊 我就回家去扫雪去 我家雪扫完了以后呢 我还得上我妈家去扫雪去 完了 晚上呢 呃 上二姑姑家 二姑家吃饭 呃 之前吧 这二姑姑吧 老请我吃饭 那个 那个二姑姑她老叫我吃饭哈 我这回呢 准备晚上买点吃的 然后 给二姑姑送去哈 晚上吃啥呢 一会我想想 但是我得先把这个活干完的 晚上 跟二姑姑一家喝 喝 喝半斤酒吧 不能多喝 喝半斤就行 喝点 蓝莓酒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镇上的医院 咱们再往前走啊 看完前面这个地段呢 咱们就 我就回家去扫雪去了 这个地段呢 就是北面的繁华地段 这块就是什么剪头铺啊 药店了 饭店了 菜店了 超市啊 肉店呢 就全在这一片 看这个雪哈 这是两侧的商家 已经全部推到 推到倒上来了 这块有个大雪儿 大雪儿 这块就是繁华地段了 看就雪厚厚 行吧 现在回家干活 我们已经到二姑家了 看二姑给做的什么饭啊 这个是排骨炖土豆 这个是炒辣椒 这个是炸的那个树椒 就辣椒 这个是炖的鱼 这个是豆腐汤吧 嗯 还有一个柿子 我来一个柿子 卡尔布 再看看什么酒啊 这啥酒 还是那个酒 那个什么酒 那个送荣酒 对 吃饭 吃饭 送荣酒 这是宋姐 这里啊 没有 二姑 第一次啊 嗯 那么那些 你娘 像他爷老婆 拿二姑 咱俩开始喝吧 我喝一大口 我说你没想盐 你爷爷的饭呢 说我爷爷那是黑暗料理 嗯 这个酒是五十度的吗 你爸也搁的 哇 炖炖炖炖 二十度 嗯 这五十度挺好吃的 我今天家实在没啥歌 我自己也不太熟悉了 来个排骨 我咋吃了这碗 还有个香蕉 还有个香蕉 好吃吗 那香蕉是啥料理呢 跟哪个国家学的呢 我来一个这个 再放点盐就好吃了 那个辣椒的呀 二姑给你放点盐呢 不用吧 我就说了 你那炸炸出个点 嗯